前面是逮到一只老单小葬师 他不断的跑 其实嘴边一直在喊 把我用拳头打败吧 我不想玩游戏了 好 立刻满如他的薰薰 最后赶紧溜走 那当然咱们这个举动 其实也引起了旁边这些小葬师 非常的不满 他们决心要制裁我 这里有个不干活的 在这边一直猫着A点 就等着A点破了之后 那些人跳下来 这些人在准备出动 好像不来抓我了 又来个新的 这只小仔估计还不知道 生法仔的险恶 秀他一下 还在追我 咱们再跑个几个来回 估计他就放弃了 劝你好之为之 赶紧去抓另外的人吧 抓我是没希望的 对这波跑酷简直灵活 这两秒钟就眨个眼睛的功夫 人呢 前面的生法仔瞬间不见了 再一波滑展 成功到达我们的转点位 也应该算是轻轻松松跑掉了 再回来发现这人又蹲到A点了 你蹲了算是有一年了吧 打个一拳 这人居然没有抓我的想法 估计是完全放弃制裁我了 这人什么意思 没事 他可能没经历过抓人的失败感 来回跳跃 这人不见了 是不是退游戏了 不知道 但这一局好像是变不成猎手 A点被挠的有点晚 明显是这局丧失的业务能力不太行 现在还剩下一分三十秒钟 还剩下四个头种兵 这时候咱们一个跑酷仔 另外几个我不知道 可能是狗人的 看看最后时间还剩下多久之后 咱们才能变猎手 我现在他们是很难抓到我的 除非十个人一起堵我 意思是说 尝尝多有丧失 别的活不干 一起来抓我 才有机会挠到我 咱们后面就有个狗分仔 他趴在这位置 不好把当时引过去 像一些位置 他们发现不了 就一直发现不了 就一直是无敌点 就很难受 有时候就需要我去点拨他们一下 这后算是已经跑了 接近有一分钟了 这十只探时 这一分钟的时间 只挠了一个人 而且还有一个人疯狂在打输出 这枪声这么大 他们也不去制裁一下 卡卡视角 算了 必须要跑这里了 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得到 刚想回头跳一下 结果就成功变身了 刚刚那个趴着的伏地膜 算是被逮住了 但是靠我点拨嘛 同时咱们可以给这局小当时颁个奖 一分多钟 你们挠了两个人 算是可以抛个突兵团队的记录了 挠人记录 这非常了不起 好不起啊 等会